一間小教室四位外籍生仔細一聽 老師講的竟然是全英文 你沒有看錯 這是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上課的景象 原來從這個學期開始 教育學院領先校內各院 率先推出全英語學位學成 讓外籍學生不用翻譯 也能輕鬆上學 首次有招呼收外籍生 可以跟本地生共同來一起上課 也可以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 這些師資其實他們都是有 在海外知名大學留學獲得 博士學位的學習經驗 都會有進一步的協助跟幫忙 以往外籍生上課可能都需要準備一台翻譯機 但自從這學期開始 教育學院首先推出了全英語學位學成 讓外籍生不再因為語言而煩惱 全英語學位學成還是校內頭一招 與其他一班學成並不相同 一班學成只有20學分 頂多也只拿到學成證明 但學位學成必須修滿30學分 而且畢業以後就能拿到學位 今年雖然只有外籍生修課 不過從明年開始 也開放一班生申請學成計畫 這個學成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因為它全英文嘛 就是因為畢竟英文它是國際性的語言 我的課程啊 然後不會太重的話 其實是會去試試看 這樣子 因為我們還沒學過語言 但是因為英文 是最普遍的 最普遍的 除了教育學院以外 社會科學院也將在明年更進 不用出國也難處在全英語的學習環境 已經不失夢了 中正校園與國際的接軌 知之可待 中正一報記者 中會議蓬佩安中間大學報導